心中通道开通,去中山多了选择 用哪种交通工具最好,一起看看 心中通道贯通,拉近香港和中山的距离 市民多了个选择去中山 例如由观塘出发,可以选择坐港铁去到来湖 和关之后转搭深圳地铁 搭21站去到前海湾站 就可以转搭这一款心中跨市公交 经心中通道去到中山市中心城区的博南中心 车程最慢要大概两个半钟 不过就最便宜,全程大概72元港元 想最快去到中山 可以坐经心中通道的跨境直通巴 只需要大概个半钟 车费就相对贵一些,要90元到110元 若果由屯门那边出发,可以经深圳湾口岸 乘跨市接驳线去到前海梦工厂总站 再转深圳跨市公交 老友寄去中山,哪种方式最便宜呢? 同样是由搬堂出发 去粉岭转巴士去到香园围 两呎一共4元港元 去到深圳之后坐地铁 由连堂站去到前海湾站 满60岁的话免费 再转深圳跨市公交 只需要大概24元港元 就去到中山市中心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道